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票区的主题是否因为上网跟家人发生过冲突呢? 无论你是学生或者是小孩或者是家长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一的话就是事 二就是否 将你的选项发送到506506 另外每一集在本节目 投票的一位幸运而有机会获得 由儿童成长及发展中心 送出专心一点一本 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讨论方法 我再远一点这一位年轻人 就是Mansfield Mansfield就是商学民修士 亦都是香港鱼式道院的干事 首先 其实 道长 首先 可以说我入了凡尘 去救了一班小朋友 救了一班年轻人 就认识了Mansfield 首先说道长 为何你会开始接触打机的年轻人 我记得我在六年前那时候 早上去一个最大型的网 包装250部电路 250部电路 是的 那是一万多尺的 是全港最大的 我也了解一下 为何会有那么多学生 六七点钟穿着校服 走来走去 那时候很有趣的 我最记得就是 不是凌晨 是凌晨 是凌晨 凌晨 我以为你说六七点是下午茶等吃饭 那段时间 穿快校服 凌晨走来走去 有些是跳上桌子 有些是跑来跑去 是很混乱的 那时候我觉得 比我一个很大的感受 肯定就不是四五点起床去打机的 肯定是晚上通宵打到六七点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网巴是通宵的 是的 原来他们还是穿着校服 六七点都还在那里打机 我其实觉得挺奇怪 那接着你见到奇怪 那你又怎样做呢 我那时候开始学一下 叫一些长毛 教我开他们玩什么 其实我也是想上去上网 去拿一些资料 是 那一开始去接触他们 原来他们打的窗游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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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 我完全不知道你说过Rainbow Six是什么 我都很认识的 我相信很多青少年一定知道 Rainbow Six 是因什麽事呢 是不是看屏幕轉來轉去看得很厲害 一來可能是查眼 二來它裏面很多動作是很快的 很多 你知道 槍機要瞄準對方 他們的反應和跑 和思想的運動很快 由那時我才知道 現在下一代的小孩想法的速度是很快的 是的 他們是很厲害 小孩運算的路快很多 如果他們玩這類型的遊戲 他們的決斷性和速度 手指的配合 真是快到我們難以想像 我們的年紀加不夠了 如果你的父母親會接觸這些遊戲 你就會知道他們為何會和父母有一個 很多時候他們的小孩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在圖片裏面 他們有很多小孩打贏了很多大人 很多是二十多三十歲的那些和他們打 都被他們去侮辱 即是打完了他們在圖片裏面 所以他們會形成了一種心理狀態 看不起大人 因為他們覺得那裡贏了就是 就是他們贏了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呢 這麼喜歡沉迷上網的年輕人 很多時候我覺得呢 他們是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一個認同 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成功的 但是網上一個虛擬的世界呢 一個遊戲裏面呢 他們喜歡有多厲害有多厲害 他們喜歡多大隻多大隻有多大力有多大力 或者學識有多少就有多少 因為學識是假的 可能撿到一卷不知道在哪裏 可能遊戲裏面撿到一卷畫冊的書卷 原來你又懂了哪一本經書 你又懂了哪一本魔法 但是在另外一個層次去看 反而我那時研究 他們一班同學 譬如整個隊伍人 他們就算在他們生活上 譬如同學生活之間 他們都會認定自己 我是打機這班之中的最厲害 其餘那些又會很樂意覺得他們是英雄 但是他們又變成在真實世界上 好像又得到一些東西 你說他不是 在平常來說他又不是沒有英雄感 有的 在他那班朋友之間他也是一個英雄 就未必說好像 他一定要在社會裏得不到東西 可能他在社會裏得到東西 他一進去拿多些東西 他會更加奠定到他自己 譬如認識女仔會方便一點 那時我記得 那時真的會嗎 即是真的認識真正的女仔 我面前那時有很多網吧 很多小女出入 那時為何我們這麼留意呢 亦都會留意他這種結交朋友的一個 一個心理狀態 我英雄來的 我對槍 我在槍攝影機世界那時是 全都贏了的 他又很有趣的 那些女同學 那些女性 很威風的 很威風的 那個是另外一種 我體會到的東西 都跟我們大人的想法是挺奇怪的 挺不明白的這件事 那其實你花了多久時間去明白這件事呢 我相信我現在都是六年時間都不斷智力研究的 那現在我覺得只是一個開端 因為實在遊戲世界裏面有不同的類型 我只可以說槍遊戲裏面的類型 還有一些是策略的遊戲的類型 是完全不同的 他們的思路 有些是 因為也是玩電腦的遊戲 有些是玩升級的遊戲 他們是都不同的 六年是很小事的 大力就說大人去酒吧 青年去網吧都OK 小朋友就說我都沉迷過Rainbow Six 我覺得沉迷都要看什麽遊戲 現在那些遊戲真的越來越不像樣了 但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我覺得遊戲還遊戲 但沉迷始終 你都會說沉迷 始終不是一件好事 5109就是有時上去聊天 多過打機 很多時候認識到朋友 慢慢變成現實的朋友 其實都OK的 看看你們這班朋友 真的做什麽